第七百三十四集 战 三招拜你 夜晨冲天而出猛地砸出一拳 无数金色佛文呈现 位于空中形成一座佛国 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强者 接着念叨佛家经文 万佛金刚拳 夜晨自行凝聚出了权中佛国 威力还在佛门掌中佛国之上 至少掌中佛国是力量为主 但是权中佛国却是主杀戮 攻击力无双 苍龙灭敌 百战妖王抱贺一声 龙身抖动起来 横过天地就像是一片金色钢铁长城 碾过天地一般 余威阵杀数十万妖族 他流转龙尾 横扫一边打住 口中随之喷出一股寂灭光波 像是蔑视龙神愤怒一般 恐怖的契机遍及巴黄 令得所有帝尊敬 神将连连喷血暴退 权中佛国正面击碎龙边 而后撞穿了龙尾 对上寂灭光波 苍龙灭敌 这一招好陌生 但是他的这股力量很强 甚至在我的杀戮之道和不灭剑道上 好像是寂灭之力 叶辰敏锐地看向百战妖王 低于道 这头老龙估计走得寂灭之道 诸多特殊能力中最为强大的一条道路 难怪他一直止步于帝尊敬天风 想必是寂灭之道的完善十分困难 以至于他都被困了几百上千年 寂灭之力出自于寂灭之道 大道三千 虽然有这么一个词语 但指的是多数的意思 意思各种道数不胜数 剑道刀道 水火道 金木道等等 都是普通的道 这些道中有一些极为特殊的道 比如叶辰的杀戮之道 不灭剑道 这些特殊的道 又以寂灭之道为一 拥有着寂灭一切的力量 能让年轻武者 瞬息间变作白发老者 或者是瞬息间抹杀敌人体内一切生命之源 让其直接化为虚无 所以寂灭之道一处不仅让人寿命大减 更能抹杀敌人本源 使其直接变为毫无战斗力的锤锤将死的老头 威力简直恐怖 老畜生 待会杀你之后 你的大道出行 我得好好看看 叶辰没有畏惧 反而眼眸充斥着狂热道 我道元净若修炼你的寂灭之道 这样能让我攻击力翻倍不少 他暂时没有接触其他的道 但是接触到了寂灭之道 一旦修炼成功 下次再与敌人作战的时候 只要是无关紧要的家伙 或者是血灵族人 完全可以动用此道 瞬间抹杀敌人的生命寿源 以及体内的根基 想杀本王 本王先废了你的肉身 百战妖王身形一跃而出 速度不慢 瞬息间来到叶辰身前 一记龙爪挥出 撕裂叶辰周身的气浪 夹杂着碎片杀出 强势无比 叶辰也祭出一圈 聂百剑给他的恐怖力量爆发开来 直接打爆了赤金龙爪 倒到龙爪碎片纷飞而出 犹如火流星一般 砸得地面震动不堪 数十位观战的强大妖兽 直接被火流星炸成了灰烬 不过幸好 这是连缘王庭的妖兽 光明殿堂和百战王庭 倒是没有什么损伤 又一次 百战妖王胸口 直接被叶辰打穿 大片金色龙血洒落 地面就像是泡沫一般 受到龙血的力量 凭空往下沉了数米 甚至有的地面直接爆裂开来 化作一个个身骨 金身霸体 尤其是百战妖王的霸体期 一滴龙血便可诛杀 道远径三层天的人类 如今大片龙血纷飞 将地面震得破灭开来 也属正常 泉中佛国在野臣的加持下 直接破开了寂灭之力 洞穿了百战妖王的心口 将其肉身打成无数金色碎片 随风飘荡 如此一击 直接将百战妖王重创 金色碎片飘落下来 却是给下面观战的群众 不小的损伤 眨眼间 百战王庭上千位 尊者敬之下的妖兽 直接被抹杀 根本无法抵挡 王主 您能不能往边上一点打 余波太强了 百战王庭这边 诸多神将赶忙后退 顺带着后面百战妖军后退 个个苦恼不已 王主被爆发的叶王主 打穿胸口和心脏 但这余波和金色碎片 却差点把我们给逼了呀 万万没想到啊 叶世天居然爆发出这等力量 恐怕击毙一个昆仑虚 帝尊镜顶级强者 都有可能了吧 叶世天 本王承认你很强 但你想要强行镇压本王 你还不够 老夫这里 尚且有血灵族 给予的仙气 以及一团气血之力 可以让老夫迈入 精神霸体第六阶 百战妖王边战边退 同时冷声道 如果我没猜错 你体内的力量 是某些人借给你 叫你背后的人出来 于本王 叶尘丝毫没有理会 一拳祭出 又是打出一片鲜血 百战妖王只能后退 脸庞更是无比猙獰 他万万没想到 一瞬间 这个青年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般 不管气势和力量和刚才相比 简直天地 叶尘可不管这些 此刻的他双眸赤红 杀红了眼 没有借助任何武器 硬生生的靠拳头打出一片天地 每一拳都仿佛打得百战妖王浑身炸裂 血肉不存 而且在瞬息间凝聚乾坤剑印 直接打入百战妖王灵魂深处 啊 也是天 也是天 你难道强行镇压本王吗 本王不会放 啊 道道龙笑声传出 百战妖王疼得在地上翻滚 千丈大小的身躯 每一次翻滚就像是爆发一次八级大地震似的 震伤震死妖族很多 以他的灵魂之力还不足超过叶尘一倍 面对乾坤剑印 即便能抵挡也抵挡不了多久 很快五分钟过去 叶尘感应到封印完毕 唇角露出一抹微笑 长呼一口气 额头甚至密布一些汗珠 封印如此存在 代价太大了 他擦掉额头的汗珠继续倒 总算是把你收服了 不过你也不用愤怒和沮丧 只要你为我效力 你之前祸害多少人类先辈 便要去杀多少血灵族人 一换十 诸如你杀了十人 那就去杀一百个血灵族人 我地球的人命 比血灵族人的命贵十倍 等你杀够了数目 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他看向神情逐渐平静的百战妖王笑道 在没杀够之前 你便跟随在我身边 稍微有些叛变的意思 我便诛杀你 当然 跟随在我身边 你的实力提升也快 也是天 也是天 你 千万只蚂蚁啃食一样 疼得他满地打滚 喊道 不 不 也是天 不 主人 主人饶我一命 此刻百战妖王 哪还有之前的强势 眼眸尽是恐惧 两大势力的妖兽 看向满地打滚的百战妖王 心中的震惊 已经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 这还是那个顶天立地 百战不殆的百战妖王吗 居然被夜市天打得滚落在地 哀好饶命 更甚 百战妖王居然称呼一个人类为主人 如此强大的妖王 竟然被收服了 夜市天也太厉害了吧 念你修为不错 全且饶你一命 将来对战血灵族 你若斩杀一位半步入神境 血灵族人 我可以考虑 带你到高五卫面去 夜臣挥手间 解开了乾坤剑印 对于百战妖王的攻击 俯视着眼前诸多妖将道 百战王庭之人 即日起归入光明殿堂 如有不服者 出来 一阵安静过后 两头妖兽直接冲了出来 他们的眼眸猙獰 气息更是狂暴到极致 我不服 我也不服 夜市天 你这个魔头 两妖兽都有着媲美 帝尊境的修为 也难怪 这炼体之地和昆仑须隔绝 此地灵气浓郁 这些妖兽 都是修炼千百年的存在 自然帝尊境 要比人类多得多 夜臣看着两道身影 无奈地摇摇头 如此局势 竟然还有人找死 他随手两拳 便是直接打抱了 那两头将要靠近的妖兽 浑身气血爆发开来 如若战神一般 俯视天下 声音冰冷的 不服者可以出来 我成全他 这一幕出现 百战王庭一百多位神将 同时熄火 没有一个妖族敢说话 夜市天的实力 大家都看到了 自家王主 都被打成这个鬼样子了 况且 夜臣不同于天命妖王 强是真的强 哪怕一起造反 都能片刻之间 被全部屠杀殆尽 好 既然没有不服的妖族 从即日起 但凡帝尊境之上的妖兽 各自贡献出 三分之一的精血 我要继续练体 随后夜臣看向百战妖王 言道 血灵族给你的东西 交出来吧 遵命 百战妖王脸色惨白 行动缓慢的 取出一个血色光团道 里面是入神境的强者气血 以及一剑二品仙气 他躬身下跪 抱拳道 献给主人 夜臣收了这些之后 看向天文神将道 传令其他两大王庭 两天后过来 至于妖皇的万妖天庭 也去传令 两天后过来 如果不过来 我定杀他个血流成河 太阳 快了 aş 太阳 Böyle 我不意 行